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高雄林庆民众12月19日开车在凤山区撞上一名机车骑士,对方请车型开立维修估价单,近高达43,180元,林庆民众自行查询发现机车新车价为47,900元,两者只差不到5000元,让他好傻眼。 根据三里新闻台报道,遭撞机车外观明显可看出踏板与下方车壳支架损坏,但车型开立的估价单却将大部分机车零件都列入维修范围,其中轮圈要价3150元,左、右臂正器各要价2800元,三角台则为1700元,但车型老板认为修车牵涉到歧视安全性问题。 车型老板指出又询问过车主才会罗列出估价单上的英维修零件,因此这个估价数合理范围,但照是灵性驾驶的家属质疑,意思就是先抬高再来杀架就对了。 许多脸书社团爆料公社网友也认为机车驾驶趁机敲竹杠,目前此事有待事故两造自行继续协调。